演员拍戏 反而爱豆经常会把女明星当作自己的老婆老看待 自称了老婆老婆的 然后女粉丝对男明星也是每天说是自家老公 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 有时候知道自己的爱豆在演戏接吻的时候 有人欢喜有人忧 因为看见自己的老公或者是老婆亲吻别人 这虽然是在演戏 但是也毕竟是亲上去的 有粉丝却是感觉到比较的高兴 因为虽然见不到和摸不着自己的爱豆 但是这毕竟可以带入自己进入角色 不过演员们亲吻的时候 也是难免避免不了会有生理反应 男明星们更是会感觉尴尬 但是毕竟是在拍戏也是不能暂停的 不过尴尬也是可以避免的 接下来小便带大家来看看 演员们在拍本戏的时候 是怎么样避免这种尴尬的 但是看寒雪的做法是最佩服的 当时的影像剧流行语 想必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一部电视剧 当时也是大家都爱看的 里面的男主角和女主角 也是因为当时那一部剧 然后在现在的娱乐圈和演艺事业 也是非常的不错 然后现在的郑爽 也是一线明星的 凭借着耿直的性格圈的一大波粉丝 但是在当年的时候 郑爽是一个刚刚出道的小演员 当时拍到需要他和张翰接吻片段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崩溃 因为那也是他的初吻 但是没有办法 就试戏拍了一下 但是却被导演骂说太死了 这也是让在一边张翰感觉到非常的尴尬 不过作为演员 他还是有相应专业素养的 最后也是成功地拍完了这一个片段 虽然是很尴尬 但是也是成功地完成了拍戏的任务 同样作为演技非常好的演员韩雪 他对于演戏这一方面的表现 是也有目共睹的 但是接戏的时候 他是有一个要求的 那就是不仅吻戏 所以拍吻戏会尴尬的这种场面 他根本就不用考虑